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阳虚无传第三集 曙光出现 看来是天亮了 我已经挖到石头了 啊 你有打我 这你总不能怪我了吧 是你自己撞到我稿子上来的 不管不管 都是你的错 行吧行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哪里没办法 我看我们要不就在这里建一个临时基地吧 这里怪那么多 在地面上建基地啊 太危险了 那就把入口修在水边 这样的话那些怪也不好进来 好想法 那我们就一边挖石头 一边先把这个地方扩大一点吧 再把入口设计一下 嗯 先把这些水堵住不让它们进来 差一点都顺满金山了 旁边呢 都用土堆器一下 把入口造的小一些 隐蔽一些 继续扩大地盘 这样才能把熔炉什么的做出来放好 哎 小月 熔瓦这么深干嘛 我看用不了多久 可能天就要黑了 想找木炭做火吧 那我先做个熔炉 找不到煤炭的话就烧一点木炭代替一下 呃 就先放在这 木块一块用完了 再开点木头 不过得随时提防着四周 指不定什么时候突然窜出一只怪来 给你个QWE24连 再来个点燃你就没了 这次我们算是明白了 想找到阿元之前 首先得保证自己能活下去 这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 才没来多久 我和小月都已经数不清死了多少次了 要是这样下去啊 别说找到阿元了 自己都没办法生存 所以现在第一要素就是保证自身的安全 哎 只希望那位老爷爷能够多先吃一会儿了 这边的入口 还是用木板围一下吧 防止怪进来 也可以当做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为我们辨别方向 嗯 就这样吧 继续回去扩大我们的小基地 哟 挖到煤炭了 这下暂时就不用担心火把的问题了 嗯 我刚才准备烧木炭呢 这就挖炭了 没准好就不用浪费木头了 挖得有点慢呢 那你 我手上怎么还是木稿啊 我说呢 怪不得挖这么慢 赶紧做一个石稿再说 OK 快速进入了石器时代 继续挖我们在家里就有的煤炭资源 哦 对了 小月 你把我们的床篷之前那个平台拿回来吧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避风港了 嗯 不敢去 刚刚我去砍木头的时候发现周围有好几只罐杆游户 胆子突然这么小了吗 嗯 对啊 被外面那些怪打怕了 好吧 那我亲自去把床给抢回来 诶 没怪啊 都跑了吗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从空中过去比较好 来一个飞躲小棉床 OK 安全起回 哦 原来那几只怪在左边 还好没有看到我 溜了溜了 就先把床放在这儿吧 接下来 得继续去把新基地扩大一点再说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嗯 当然甚至没关注转发大一点